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節目頻道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3號 我們今天要準備來磨架接刀 這個架接刀我不常用 結果上面深了一層鏽斑 後來前幾天這一兩天我就拿起來 要用的時候要磨過 我就用這個一萬番的磨刀石去磨 但是上面的鏽斑還是可以看得見 各位如果你用想要磨這個刀子的時候 那我會建議你去直接買一萬番的磨刀石 因為你刀子買來的時候 雖然它很鋒利 但是它的細度還沒有很高 達到很高 沒有達到鏡面等級 那我會建議你就直接買一萬番 當然我也要買六千番的磨刀石來用 但是那一個磨刀石呢 我幾乎都沒有用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用一萬番的磨刀石 慢慢磨 雖然磨得久一點 但是它還是可以磨得很利 那之後呢 我們都是一直是在使用這個一萬番的磨刀石 你不可能再去拿六千番的磨刀石去磨它 因為六千番的磨刀石磨的話呢 會有刮痕 那一萬番的磨刀石呢 會比較接近亮面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呢 那我手邊的這個 各位這個叫做拋光砂 這個是氧化鋁粉拋光砂 當然等一下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戴口罩 這個使用的方式 這個拋光砂呢 它是奈米等級的 人家實驗室在用的 它要把一個金屬拋到跟鏡子一樣的亮度的時候呢 就需要使用這個拋光砂 這拋光砂是什麼 0.5奈米0.3奈米很細喔 非常細 那當然我們要搭配一些道具使用 OK我準備好了 在磨刀之前呢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先來看這個磨刀石 那有的花友呢 常常在問說 我們這個架接刀 要怎麼磨 你就直接買這個1萬番磨刀石來用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刀 你看這個刀呢 表面霧霧的 這就是之前的有生鏽 表面生鏽 鏽死過之後呢 產生了 在磨過之後呢 就 還會有那個鏽斑在上面 給各位看一下 有鏽斑 這樣看得到嗎 看起來 這樣子我們從螢幕這樣看 感覺有鏡面感 但是可以很明顯的知道說 這個刀口呢 上面有霧霧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磨刀呢 網路上呢 教學說這個磨刀石要泡水 泡個五分鐘十分鐘 那根據我個人使用方式呢 我建議說 你直接噴水噴上去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也不用 不需要磨 不需要泡水了 那有些人就會開始要質疑我的話 隨便啦 跟我這個磨刀石已經買了很多年了 不是好的 有沒有十年 按照這個使用方式來看 我這樣磨到我掛掉 可能這個磨刀石還不會壞 所以你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網路上的說法 你要學網路上的做法去做也可以 你要聽我的水灑上去直接磨也可以 反正這個刀子就是可以磨量就對了 我們用不著搞了自己搞了這麼專業 我們又不是要在做專業的東西 我只要拿起來水一放下去 馬上可以磨就好了 那現在感覺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水了 我們就這樣子 灑點水 然後呢 開始磨 我們磨給各位看一下 會什麼效果 我們在磨的時候呢 這個刀子是有一個角度在的 斜度在的 我們要順勢往前推這個角度 回來的時候要放鬆 放鬆 然後拉回來 往下順勢推過去 拉回來 推過去拉回來 然後 因為我已經磨習慣了 所以可以抓得到這種感覺 你如果沒有抓好這個感覺的話 你這樣子拉回來的時候 稍微用力的話 這個刀口會往回 割到這個磨刀石 磨刀石這裡可能會被你切一塊被你切掉 OK 我們磨到這樣子叫做粗漿 網路上也曾經有網友跟我講說 我們要磨到粗漿的時候 就用這個漿呢 繼續磨 效果最好 當然 你如果想要加水直接磨 就是我們水龍頭在上面 放個水管在上面 然後用那個水滴 一滴滴一滴慢慢滴 你要直接磨也可以 我說過了 這個磨刀石磨到 如果以我們這種平凡人的用法 磨到屎應該他也用不會壞 我們不是專業的 我們只是業餘的玩家 我們只是說玩家 所以你不用太計較說 到底要怎麼使用這個磨刀石 我們大概磨一下給各位做參考 因為這樣磨非常的久 我們只是稍微磨了一下呢 看一下這個 你看上面這個物狀 鏽斑還在 鏽斑啊 這個刀子一旦生鏽 他會吃進這個鐵裡面 鐵的表面 那這個鐵的表面呢 你要磨到深層處 要磨很久 用這個磨刀石要磨很久 不然的話你就要改用6000番 磨刀石 將這個表面 深層的這個生鏽的位置呢 把它磨吃多一點 把它磨掉 然後呢 再用1萬番磨刀石去磨 好OK 那我們先退後一下呢 我們改用這個 拋光紗 氧化鋁粉做給各位看 那在做之前呢 你看一下這個刀呢 其實 還是有這個霧狀在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呢我們會 專門針對一小部分呢 我們使用拋光紗 然後等一下兩邊做比較 OK 我們退後一點 示範給各位看看 好 等一下我們要使用拋光紗 所以呢 我們要先準備 戴口罩 因為 拋光紗它是奈米等級顆粒的 如果 一個不小心吸進去廢裡的話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曉得 而且現在風那麼大 所以我們戴口罩 再來呢 這個是電鑽 我們用電鑽呢 當然啦 如果你的刀子呢 是已經是 剛買來就已經是 剛買來不會像這樣子 會有鏡面 就是很很鋒利 那你一開始就使用這個拋光紗 我覺得是OK啦 而且拋光紗拋久了 也會有鏡面的效果 那如果你沒有這種電動玩具的話呢 你可以用手 用布 布沾拋光紗去磨 也可以 而且 磨起來效果還不錯 兩邊都可以磨得亮亮的 那拋光紗呢 又比剛剛的 魚貫翻的磨刀子 又更細 好 那現在呢 我先去沾一點水 把這個沾濕 然後呢 等一下再放一點 這個拋光紗 來磨 這個是羊毛輪 羊毛做的 我們倒一點這個拋光紗在上面 這個拋光紗它用的很省 剛剛上面有一點點粉 所以呢我們把它直接沾到這個刀 刀面上 像這樣刀面上 當然你直接沾也可以啦 接下來呢我們要開始磨囉 看一下 角度不對 換邊 換邊轉 好 開始囉 那我不曉得它要轉多久 那這部分呢 我們會加速跳過 好 剛剛呢 那個玩具呢 被我們玩到煤電了 哈哈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磨刀的效果 玩到煤電的效果 我瞧個角度給大家看 你看看得到嗎 好這樣子 你這樣看呢 有沒有看得到 右半邊比較亮 左半邊比較霧 我們剛剛是磨的一邊 我們使用拋光紗磨這邊 所以這邊看起來特別亮 已經達到有鏡面的效果 左邊呢 是用一萬塊磨到什麼的 其實在某個角度來看呢 它也是會有鏡面的效果 給各位看一下 只是它沒有像拋光紗這麼強 這已經達到已經達到就是 這個叫做什麼 鏡子等級 鏡面等級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刀上面呢 還有很多的這個鏽斑呢 因為這個鏽斑呢 吃到這個鐵的裡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磨掉 一萬塊的磨刀石跟那個奈米級的這個拋光紗 它只能磨掉微微的一小部分表面 那深層的這個 就是凹凸不平的痕跡呢 它是磨不掉的 如果你要把這處理掉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改用 六千翻或者是三千翻的磨刀石 從越小的磨刀石呢 先開始磨 把這個後 這個鏽鐵的部分 生鏽被吃下去的部分 這個鐵呢 被鏽死的部分呢 先把它磨掉 然後呢 再往上慢慢增加你的磨刀石的翻速 然後越磨越細 才有可能把這個鏽斑整個處理掉 當然這個鏽斑呢 要處理掉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我們要磨很久 磨得非常久 剛剛我們用機器磨 你看 用奈米級的拋光紗用機器磨 你看都還磨不掉 沒有辦法磨 只能處理掉一小部分 從機器磨到煤電 你看這邊看起來 這邊比較比這邊好多一點 只能處理掉一小部分 從機器磨到煤電 你看才處理掉這樣子 所以你想想看 你整個要磨掉呢 可能要磨非常久 當然呢 我們只是為了要可以假接使用 我會建議呢 如果你買得到拋光紗的人 就用拋光紗 拋光紗磨一磨呢 因為它屬於奈米等級的 你磨一磨 磨一磨 它就很亮 而且它比較不會磨損你的刀具 不過說實在的 我像我們個人在玩這個架接刀 我覺得這個架接刀 我也是買了十幾年 我想用到我掛掉大概也不會壞 所以各位建議你如果架接刀 你就買好一點的沒有關係 反正它應該是我覺得用不壞 用到你掛掉應該它還好好的 接下來就是你要怎麼保養 保養的時候呢 建議刀劑擦乾之後呢 最好是用紙 用報紙紙類的把它封起來 然後放到乾燥的位置 或者是用紙箱收好 你如果隨便放在一般的環境呢 因為台灣的環境比較潮濕 所以呢會很容易有生鏽的問題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帶各位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磨刀的經驗給各位 那各位未來你要磨架接刀的話呢 就參考前面的說明 來處理即可 感謝收看 再會